来这棵槐树,只因为在这里有一个bug。 这个bug本来并没有人知道,一直到开服四年以后才被人发现。 才刚刚被爆出来的时候,还引起了整个游戏的人集体到新人村刷bug。 热得荣耀集团,当天晚上就封了bug。 而且惩罚了所有的刷bug的玩家掉落一集。 打开新人的二十格背包,里面放着一小瓶红瓶,以及一根蜡烛。 蜡烛是用来照明的,在命运里,如果玩家没有学会夜视的技能, 在晚上,只有靠蜡烛、火把之类的东西来照明了。 现在,叶茨毫不犹豫地将这根蜡烛拿了出来,在大树底下点起了一堆火。 他要趁着所有的玩家还没有进入游戏之前,完成这个bug任务。 紧接着,他将刚才的兔子肉拿了出来,在火上烤了起来。 虽然不会烹饪树,但是兔肉依旧在火上被烤得支支冒油。 一阵拍翅膀的声音,在叶茨身边露了下来。 他抬头一看,只见一只棕色的枝羹鸟,便落在了他的身边。 那乌黑如豆子一样的眼睛,直勾勾地看着叶茨手里的烤肉。 叶茨也不小气,将手里的烤肉一一丢给他吃了。 直到最后一块,他没有丢出去,只是捏在手里递给了支羹鸟。 支羹鸟毫不客气,张开嘴,就来叶茨手里吃肉。 叶茨则紧紧地盯着手里的肉。 当那肉被支羹鸟咬进嘴里一半之后,他猛地一拉,将肉又从他的嘴里扯了出来。 可是支羹鸟却好像是吃到肉一样,满意地拍了拍翅膀,啄着羽毛,落下几片金色的羽毛。 成功了! 叶茨心里一阵激动。 这个任务是一个循环任务。 当交出十片金色的支羹鸟羽毛之后,NPC就会随机给一本本职业的技能书。 不过,这只支羹鸟实在是可恶。 除了第一次做这个任务,他会乖乖地给你羽毛。 以后再喂他,掉落羽毛的机会只有千分之一。 所以,到了后期,就算知道这个任务的奖励还不错,很多玩家也会直接放弃这个任务。 不过,现在的八个时,叶茨再次将手中的烤肉递了过去。 支羹鸟就好像是吃到了第十块烤肉一般,屁雕屁雕地张嘴上去吃肉了。 再次如法炮制,叶茨又一次将肉拉了出来。 支羹鸟满足地挖挖叫着,啄下了几根羽毛。 至此,这个八个算是成功了。 这个八个,就在于这烤肉的一给一拉,让支羹鸟直接卡在这吃第十块肉的环节,让它永远记得自己是第一次吃肉。 只需用个十次来回,就能收集到循环任务要用的羽毛。 就这样,来来回回弄了十次,叶茨终于将手中的烤肉丢给了支羹鸟,让它吃了下去。 它拍了拍手掌,收集起所有的羽毛,站了起来,用脚将地上的火堆踢散,转身朝着村子走去。 才刚刚走进村子,就看见出生点一道道的亮光闪现。 一看时间,十四点零二分零三秒,原来开服了。 哇,我还以为我是第一个进服务器的,原来还有更糟的。 一个精灵战士模样的男子,一看见叶茨就哇哇大叫。 叶茨点点头,算是打过招呼,然后便快步朝着拉米走去。 给拉米浇上了小野猪的皮,拉米便把叶茨支配到了铁匠约翰那里。 接下去是小乞丐。 无论在哪个游戏,这新人就是跑腿的命。 捏着背包里的那点东西,叶茨算是在新人村里走了一圈。 眼看着,新人村里的人越来越多,大有接种摩肩的架势。 好不容易,终于走到了小拉米的身边,叶茨不由地常常叹了一口气。 能在这么多人中间挪动到这里,也真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。 拉米,村长说,你似乎要找什么东西,对不对? 拉米是个四五岁大的孩子。 他抬起头,望着叶茨眨了眨一双大大的眼睛,露出了一丝疑惑。 猎人,你会帮助我吗? 当然。 小拉米举起了手里的一条破旧的围裙说, 妈妈的裙子破了,我想给他补上美丽的花纹,可是还缺少几根织羹鸟的金色羽毛,你能带给我吗? 你说的是这个吗? 叶茨马上把早就准备好的羽毛递了上去。 小拉米惊讶地欢呼, 哇,猎人,你真是一个手脚利落的家伙。 完成任务,拉米的裙子一,获得同笔一,经验一百。 嗯,猎人,好像还差一点,你能再给我带来几根羽毛吗? 小拉米拿着羽毛在裙子上比划了一下,又提出了新的要求。 叶茨连忙又拿出来了羽毛,他再次听见了系统完成任务的提示。 完成任务,拉米的裙子,啊,获得同笔五十,经验五百。 这个任务提示,让叶茨微微有些吃惊。 在他的认知中,循环任务的奖励应该是一样的,这个,似乎却是递增的。 接下去,小拉米又再一次地提出了要求,而叶茨一次又一次地满足了他的要求。 等到完成第九次的时候,叶茨已经因为那不断累积的经验,剩上了四级。 当小拉米第十次要求得到织羹鸟羽毛之后,叶茨交上了剩下的羽毛。 小拉米高兴地直拍巴掌。 哇,哇,太好了! 猎人,因为你的帮助。 我终于帮妈妈把裙子修补好了,你是我见过的最有耐心、最善良,并且动作最迅速的人。 说到了这里,小拉米低下了头,从屁股下面拿出一本书,丢给叶茨。 我实在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感谢你,这本书就送给你吧。 花娜姐姐说,书上有知识,可是我不认识字,希望能帮助到你。 恭喜您成为第一个完成循环任务,蓝米的裙子的玩家。 请问要隐藏ID吗? 这个也要刷屏? 人怕出名,猪怕壮,当然要隐藏ID的。 恭喜玩家某某某完成任务,蓝米的裙子,首个击杀,奖励金币五,气筒声望值五千点。 气筒刷刷刷的通知了好几遍,这一次,叶茨可算有幸听见了众多玩家的评价。 无论是羡慕也好,咒骂也罢,叶茨充耳不闻,只是低头看着手里那本完成任务后随机得来的技能书。 其实叶茨是最怕随机这个词的,要知道,他从小到大就没有运气好过。 抽奖无数次,尾奖都没有中过,摩尸无数次,极品从来就没有见过。 至于随机,他就没有随到过超过垃圾品质的东西。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,叶茨翻开了那本技能,然后,他的心脏骤然停止了。 实力积存,猎人被动技能,将伤害值的10%转化为MP,学习等级1。 叶茨眨了眨眼睛,然后抬起头望了望远处的天空。 嘶,今天的太阳,没有从西方出来吧? 一轮刺眼的太阳,正得意洋洋地挂在天空中,看样子是从东方升起来的。 难道,难道他改命了? 实力积存,这种逆天技能书居然就随随便便地随即来了? 不会吧?要知道,这本技能书根本就是bug的存在。 伤害值的10%化成MP,这是什么概念? 到了后期,猎人一个技能最多消耗MP500点,可是,打出的伤害呢? 起码都是8000至2万。 这么一折算,有了这个技能,他不就等于一辈子不缺蓝了? 要知道,MP的多少,直接注定了职业输出的多少? 猎人,作为一个纯炮台职业,缺蓝,一直是这个职业最痛苦的事情。 无论怎么堆蓝,一管蓝也只够支撑30个左右的技能。 而现在,有了这本技能书,这不是代表他成为了勇动机? 叶茨揉了揉眼睛,他还是不太敢相信,自己这种被黑手光环照耀了八倍祖宗的人,能出这种人品。 视野从模糊变得清晰,阿娜本实力积存,正老老实实地躺在他的手里。 粗糙的纸质感觉,提醒着他的真实存在。 叶茨的手都颤抖起来了,他再也没有犹豫,立刻翻开书。 顿时,实力积存化成一道白光,消失在他的身体里。 就算是这样,叶茨还是不太有真实感,又打开了技能栏,在被动技能里确实看见了这个技能之后,才最终相信了这个事实。 太好了,叶茨高兴地立刻跳了起来,映得周围正在交任务的新人一阵侧目。 让他多少有点不好意思,连忙又转向了小莱米,冲着他露出大大的笑容。 谢谢你,莱米。 小莱米动了动那双长长的尖尖的耳朵之后,也笑了起来。 嘿嘿,猎人,看来你因为我的礼物很高兴。 当然,何止是高兴? 那你能不能再帮我一个忙? 叶茨连忙点头。 如果没有记错,现在,莱米应该介绍他去认识自己的职业技能师了。 我的妈妈给我做了一个布娃娃,可是前几天,却被土石林的坏蛋给夺走了。 你能帮我找到吗? 嗯? 这个是什么任务? 叶茨愣住了。 他自诩为命运大百科,可是从来都没有接触过这个任务。 难道? 他心里忽然一动,连忙点开小莱米的人物属性。 果然,正如他所料到的那样,在他和自己的好感度那里,已经达到了亲密。 怪不得会这样,怪不得会有自己都不知道的隐藏任务出现。 原来,是自己快速地完成了循环任务之后,又对他送出的技能书欣喜若狂。 这些,都让自己和小莱米的好感度大幅度上升。 这样,才开启了隐藏任务。 当然。 接受了小莱米的隐藏任务后,他按照任务流程,去找到了猎人的初始技能师,卓拉。 一边走,叶茨心里盘算着,怎么去土石林? 土石林,是十大预备副本中难度最高的一个副本。 开放等级也是从八级到二十级。 重要的是,他自己一个人单飞不了。 想了一会儿,他决定先到八级,学习了宠物圈养之后,联系流畅,试试看。 手里拿着小莱米交给他作为介绍信的几块小纸片,也此驾心就熟地找到了那位位于新人村后方的职业去。 由于才刚刚开服,现在的玩家多是在抢怪练习中,还没有一个能够达到五级来这里学习技能。 所以,相比较村子前面,这里显得实在是有些冷清。 除了偶尔有几个摸错方向的玩家闯入之外,过来学习技能的人,就只有叶茨一个人了。 准确无误地找到了猎人初始技能师卓拉,也此首先,恭恭敬敬地朝他醒了一个礼,然后才说明了自己的来意。 只是捉了并没有动,连头都不曾回,依旧静静地坐在阳光下面,用一把锋利的小刀,一下一下地削着一只剑身,而后又插上剑铃。 她的动作,缓慢而细致,好像在做一件天下最精巧的微雕一般。 叶茨一直静静地站在她的身边,不急不躁。 每一个NPC都有自己的性格,有的开朗,有的内向,有的含蓄,有的虚伪。 而叶茨现在面前的,卓拉的性格则是,闷。 虽然,站在这里什么都不做,只是等待NPC,实在有点浪费时间。 不过,魔刀不费砍柴工,为了去冰冷洞窟,现在的时间浪费是必须的。 卓拉,有着苍白的皮肤和雪白的头发,这说明她的年纪很大了。 精灵的容貌,并不会随着时间老去,可是头发和皮肤,却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白。 尊老爱幼,是美德,而面对这样一个年纪大的技能导师,叶茨更是有耐心。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,卓拉终于放下了手里的东西,抬起头,用那双碧绿的眼睛望着面前这个年轻的精灵,淡淡地开口。 没有弓箭的猎人,怎么能称为猎人呢? 卓拉,虽然性格比较闷,不过做事还是很利落的。 接到了拉米的介绍信之后,叶茨的等级也从四级升到了五级。 卓拉爽快地将五级的两个技能,斩机和弓箭熟练交给了叶茨。 不仅如此,英文叶茨在新人村得到多位NPC的称赞,卓拉甚至送给了叶茨一把绿色的弓箭。 锐利之弓,弓击4-10,弓击速度加1%,要求等级5,要求职业猎人。 虽然,职业导师都会派送本职业的武器,不过,这个武器的品质就全看NPC的心情了。 一般都是白色装备,如果运气好点,能碰到绿色装备。 如果开大运,说不定就会收到蓝色装备。 显然,叶茨的运气一般般,不过,叶茨并不抱怨。 重生以后的她,知道了最重要的,其实就是现在手中抓住的。 她不再好高骛远,也并不贪心,似乎整个人都平和了很多。 她打开了自己的人物面板,看了看整个人现在的属性。 ID公子幽,种族精灵,HP250,MP120,体质25,精力12,力量15,智力12,敏捷26加2,扩号种族加持。 速度2,平衡12加1,扩号种族加持。 感知6加1,扩号种族加持。 人物特性,潜行,扩号种族加持。 隐藏,扩号职业加持。 奸诈,外交,跳跃,翻滚,还架。 在命运里,每个职业升级的时候,属性点是系统自动分配的。 八大属性中,除了速度是靠装备加点之外。 其他的七大属性点数,每集得到的总和是16点。 这16点对于每个职业都一样,只不过是分配方式不尽相同罢了。 比如猎人,在每升一级的时候,系统所自动分配的点数是这样的。 体质3,精力2,力量2,质力2,敏捷4,平衡2,感知1。 并没有特别高的属性,也没有特别低的属性。 当然,这样的官方分配有优点也有缺点。 优点就是,大大规避了在游戏里出现了逆天人物的出现, 尽可能地保持了职业之间的平衡。 而缺点,则是让所有的职业,所有的玩家,对于装备和技能更加的依赖。 不过,在叶茨看来,这也是荣耀公司的吸金大法之一。 玩家对于装备和技能越依赖。 以后,开放现实币和游戏币的兑换之后, 就越能造成玩家对于金钱的投入。 这投入越大,荣耀集团就赚得越多。 关上了人物面板,夜次整理了一下, 身上那仅仅只能提供微薄防御的大众吸手服, 准备去冰冷洞窟了。 当然,去冰冷洞窟之前, 他还要去一个必须光临的地方, 十字路口。 叶茫 兰雀